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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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们平安 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他 请问弟兄姐妹 你新主这么久 你纪念主的聚会 这些受难节的聚会 你参加个多少篇 数数看 每一年这样来纪念主 你有什么感受 我每一年在神面前 当然不是从第一年开始 最近这些年来 我服侍主日子也多了 我很怕我自己对于服侍的事情 讲道的事情 对于主的爱 对于主的恩典 会麻木 所以我不晓得从哪一年开始 每一年烧烂节的时候 重新在神面前 好好地检讨 回想 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 免得我习以为常 习惯了 你不感觉有新鲜感 习惯了 不再感觉有什么感动 就好像我喝咖啡 一天都在煮 煮完之后 同事说 从楼梯走上来就说 我吃咖啡很香 他说我为什么闻不到 他们说很香 我闻来闻去闻不到 很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怎么样 死已为常 闻不到 除非我放很浓很浓来 那时候 我才稍微闻到一下 好可怜 喜欢喝咖啡 闻不到它的香味 这个是小事 那如果对于主的恩典 主的作为 主在你我身上的一切的工作 所做的事情 我们慢慢会麻木的时候 那是很可悲的 更精诚 如果我们身灵在我心中的感动 已经不像我刚信主的时候 那么敏锐的话 我也很悲哀的 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好像都无动于衷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好像那个感动都不强烈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死已为常 对于耶稣基督使之家的恩典 今天晚上我们再来思考 谁在跟同工 祷告相良 考思考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新的题目 可以发明出来 可以想出来 我想不到 我说弟兄我们一起再来 回顾 重施 再施 耶稣基督的使之家 我想这个是 历久藏心的 应该每一次神会 接着祂的爱 祂的恩典 接着这个 真正的使之家的 这个形象 来提醒我 我们再在一起 回到主的面前 来思考 使之家的恩典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 有七位的同工 弟兄姐妹 来分享 使之家的七句话 再来思考 耶稣基督 祂被挂在一个 原来不属于他自己的 使之家的上面 那个使之家 不是为他预备的 是三个强盗预备的 是三个使之家 为三个强盗预备的 可是后来 他们宁愿 释放一个强盗 他们不要耶稣 那个强盗的名字叫什么 你还记得吗 叫巴拉巴 他们宁愿要 巴拉巴这个强盗 释放他 他宁愿耶稣 被钉死在使之家上面 难道耶稣基督 真的怎么得人讨厌吗 难道耶稣基督 真的是怎么可悲吗 该死吗 他的生命 他的死亡 不值得等于 一个强盗还不如吗 那么人们宁愿邀请 释放一个 杀人放佛的强盗 宁愿放过他 但是宁愿处死 耶稣基督 耶稣被挂在一个 本来不属于他 自己的使之家的上面 他被完全没有公义 没有同情 没有辩误 没有怜悯 更加是没有尊严的 被钉死在 使之家的上面 什么都没有 耶稣什么都没有 不单在这物质方面的损失 我想耶稣更大更痛苦的 是心灵里面的难过 在主的身上是一个捡去 使之家对主来说 是拿走很多很多的东西 夺取耶稣所有的东西 不单夺取他的衣服 他的外衣 他的礼衣 都被拿走 他的面積 他的尊严 最后他的生命 都被拿走 对主身上是减去 但是对我 对我们来说 是增加 主牺牲更多 只为了我们得到更多 那这是奇妙的 这真的是奇妙的恩典 我们增加了很多 本来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们增加了很多 我们本来不配的东西 耶稣给我们 我们不配的 真的不配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 跟同基督徒 再重新 思想 十字架上面的七句话 到底 耶稣吸去什么 写去什么 以致让我们得到什么 第一句话 十字架 原来是一个没有怜悯的地方 原来没有怜悯的 当人活在无知愚昧得罪神的时候 耶稣愿意怜悯 赦免人的罪 甚至为人找一个 赦罪的理由 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耶稣 赦免那些得罪 顶撞他的人 找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 主的说 他们不晓得 天父求你 原谅他们吧 这是伟大的爱 让我们得到一份 我们不配有的老术 耶稣给我们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学之家原来是一个 没有希望的地方 没有希望 当人活在绝望 世上的时候 走投无路的时候 那个时候 耶稣却给罪人 一个及时的盼望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 若元里聊 一个绝望的强盗 一个毫无作为的强盗 一个在绝路当中的强盗 他什么都不能做 以往他什么都可以做 无恶不作的一个这样的人 他可以说 他可以做尽很多坏事 他可以说 要什么可以干什么 今天他什么都不能做 两手两脚被钉在上面 真的是绝路啊 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告诉他 我实在告诉你 我今天跟你在 落园里 这句非常宝贵的话 对一个绝望的人来说 是一个希望 对一个前途 黑暗的人来说 是一种光明 虽然原来是一个 没有希望的地方 但是什么时候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神就给我们希望 给我们寻求 他的人有希望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曾几何时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也不是有希望吗 你感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来到他面前 他总是告诉你 我跟你在一起 耶稣就写这样 第三句话 谁家原来是个 没有爱的地方 没有爱的地方 当人活在吸取爱 和面对孤独的时候 耶稣却刻意地 对心灵忧伤的母亲 叮咛着关切的安慰 耶稣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要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他不忘记 这位 痛苦的母亲 在座的姐妹们 我们身为母亲的 如果看见你深爱 心爱的孩子 你这么多的痛苦 难受 你这么残忍对待 你却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的心会怎么样 耶稣是人 他明白一个母亲的感受 他不忘记 实际上 上面有他这个痛苦 难过 腰上的母亲 对他 对他看着 无助 孤单 孤独 耶稣不忘记 请看你的儿子 对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第四句 离气的痛苦 那个被丢弃的味道 那个难过 什么味道 他知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你孤单 你孤单 你难受 你被丢弃 来到主的面前 主不会丢弃你 因为他明白 什么叫做丢弃的痛苦 他明白 被丢弃的难受 所以他能够体恤 每一个被丢弃的人 耶稣知道 你没有陪伴你孤单 耶稣跟你在一起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我想人世间 最孤单 最难过 最大的被丢弃 不单单是给人丢弃 给神丢弃 当然神不会主动丢弃我们 这个时候 神不得不暂时离弃耶稣基督 为承担了 普天下的人的罪 在他身上 耶稣明白 这是逼不得已 他要明白 一个被丢弃 被离弃的痛苦 是个怎么样的感受 第五 学家原来是个 没有体恤的地方 当人活在心灵枯干的时候 只有经历过干咳的耶稣 才能够真正体恤 你心灵的干咳 所以耶稣说 我咳了 其实耶稣真正的咳 不是肉体的 真正不是肉体 肉体的咳 可以用人的方法 可以弥补 可以帮助 可以挤咳 但是心灵的干咳 绝对不是人工 可以帮助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感觉人生的枯干吗 你干咳吗 耶稣比你更加的干咳 耶稣明白 耶稣体恤 什么叫咳了的感受 所以凡是来到他面前的 他都能够体恤 那些真正干咳的人 第六 史迪迦远是一个 没有神迹的地方 当人活在黑暗的世界 没有出路的时候 总希望有神迹的出现 希望带来转机 对不对 难道耶稣基督给人 最大的神迹 是成就了生命改变的恩典 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 耶稣在史迪迦 那个面对痛苦悲哀 面对生命快要失去的时候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是最需要神迹的时候 所以难怪人就气急 他说 行个神迹吧 挑下来吧 这证明你真的是神的儿子 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吧 其实坦白告诉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都了解 我问各位 耶稣能不能跳下来 再跳回去 可不可以的 绝对可以 但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耶稣 如果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神迹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弟兄姐妹 因为他最需要神迹的时候 他限制了自己 不行神迹 以致从今后 你跟我生命 就有神迹出现 才有神迹出现 耶稣能够限制他自己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他不行神迹 他所有神迹都是为人而行的 是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地上的时候 又是行的多少的神迹 其实 为人而行的 今天他为自己需要的时候 他没有行一个神迹为自己 原来他留下神迹为我们 以至我们从今以后 信靠他的人 生命都可以经历 真正的神迹 生命被改变 耶稣说 成了 成了一个莫大的神迹 在离我的生命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主 第七 史迪迦原来是一个 没有归属的地方 当人活在彷徨空虚 无依无靠的时候 父神才是你唯一的归属 真的 一无依无靠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靠的时候 天父是你灵魂唯一的归属 所以耶稣最后一句话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照在你手里 照在你的手里 兄姐妹 一个人无家可归 一个homeless 很难受的 很痛苦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 灵魂的homeless 更加悲哀 一个人的身体 肉身的无家可归 可能还有办法可以解决 但是心灵的无家可归 不使你住在豪宅 你就能够解决的 耶稣明白 耶稣告诉我们 人生唯一真正的归属 是回到神的面前 祂是你灵魂最大的归属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照在你的手里 祂联明我们 十几家 你看看 各个他山上的三个十几家 这三个十几家 代表三种不同的人 第一种是一个 灭亡的强盗 他洗到临头 都是硬心不悔改 第二个强盗 抓住一线的机会 你看两个强盗的情况 神的恩典完全是非常平均的 耶稣在中间 他们跟耶稣的距离是一样的 他们听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 他们跟耶稣的遭遇是一样的 他们两个人得的机会是一样的 但是一个人把握 抓住那个机会 一个人就失去了那个机会 以至两个强盗 强盗代表着今天不同的人 对耶稣的反应 那个强盗是 在罪中而死 犯罪一辈子 最后还是死在罪中 救恩来到他面前 他没有抓住 另外一个强盗是不一样的 他抓住绝无仅有的机会 他虽然都是死的 但是他向罪是死的 要得救的强盗 耶稣基督 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 他不是罪有应得 他是为人的罪而死 所以这三个人代表三种的死亡 一个是在罪而死 一个是在罪而死 一个是为罪而死 这是耶稣基督 不同的生命 不同对罪的态度 死亡都要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在每一种 这就是最宝贵的地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实际上的道理 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 在我们得救的人 是神的大能 你想不到 这个大能是 寂寞的平衡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来到主的面前 你们再思想一下 你不是每年一度 来参加聚会而已 这个聚会不是为教会的 是为你准备的 为我跟你一起在神的面前 重新思考 重温实际家 跟你的关系 有没有我们 被世界上的东西 已经太多了 麻木了我们 对实际家爱的反应 我们已经实以为常 不感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圣经也没有什么感动 求主今天晚上 对我们说话 感动你我的心 所以我们就是相信 曾经盯实际家而死的耶稣 祂不是为自己而死 祂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你而死 为遵行神的旨意而死 所以耶稣为我们而走 实际家的道路 是一条牺牲的道路 而在我们来说 是一条得到丰盛生命的道路 我们要感谢祂 我们要纪念祂 我们要依靠祂 我们更需要传扬祂 让我们在神面前 感受到那份爱 能够分享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主 永远是我们永远的救主 祂是我们永远的救主 ن今年更是太罪 marker 我使ها叫极妖 祂儿 喂 我说 我为解释撥鬼秤 我buat词 感谢观看